大宗商品之王又发威 高盛称极度看涨 10年超级周期要来 由于哈萨克斯坦政治局势的升级 大宗商品之王再度发威 突破80美元关口 不仅如此 利比亚政局继续恶化 石油生产也供应不上来 叠加北美遭遇极端寒冷天气 更是加剧了市场各供应端的担忧 1月6日 WTI原油价格大涨超3% 创下近两个月新高 周五 WTI原油最高涨至80.47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新一轮的油市供应趋紧 使得不少机构看涨油价 高盛甚至表示 极度看涨大宗商品 认为可能出现长达10年的超级周期 在疫情继续威胁需求和投资之际 全球石油市场尤其可能吃紧 油价可能在2023年达到100美元 2022年1月5日 由于大规模抗疫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宣布 该国首都努尔苏丹进入紧急状态 至1月19日 据报道 哈萨克斯坦发生了数天的骚乱 俄罗斯派遣散兵阵压 该国的一场全国性暴动 哈萨克斯坦是全球最大的内入国 油气 煤炭 铁矿等资源极为丰富 随着哈萨克斯坦政治局势的升级 可能导致该国160万桶 添的石油生产基础设施 面临中断风险 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油田 Tandace运营商雪佛容表示 该油田的石油产量周四减少 因一些承包商扰乱了铁路线 以支持这个中亚国家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 除了哈萨克斯坦以外 利比亚政局继续恶化 石油生产也供应不上来 面临严重的中断 目前产量已降至72.9万桶日 低于去年130万桶日的高点 部分原因是管道维护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本周二 产油国组织欧派克亚 召开第24届部长级会议 各方同意今年2月继续释放40万桶日的产能 虽然欧派克亚宣布增产 但原油价格却强势上涨 果然再度上演 越增产价格越涨 越减产价格越跌的怪现象 不仅仅利比亚是难以达到产量配额的国家 周四发布的路透调查报告显示 欧派克加2021年12月的产量仅增加了7万桶天 远低于欧派克加协议允许的40万桶天的月度产量增长 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的石油产量有所下降 因此欧派克加在2021年12月份 对其减产协议的竞尊首率 从11月份的1.20%上升至127% 此外 受持续暴风雪影响 美国东北部各地纷纷发出极端天气预警 北美的严寒天气导致原油输送困难和燃料需求 令供应短缺进一步升级 2022年1月6日 WTI原油价格大涨超3% 创下近两个月新高 周五 WTI原油最高涨至80.47美元 有望创下12月中旬以来最大单周涨幅 需求端方面 欧派克加预计奥密克戎笼珠对僵士温和 暂时的 技术报告维持了2021年和2022年的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 分别为570万桶 日和420万桶 日 汇域解决方案的分析师也在报告中称 虽然奥密克戎毒株正在迅速传播 但由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它没有以前的变体带来的后果那么严重 加上各国政府为应对哈尔采取的日制措施 普遍不那么严格 因此需求面低担忧正在缓解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 到去年年底 美国原油库存连续6周价降至4.179一桶 创9月以来最低水平 在不少机构看来 新一轮的油市供应趋紧或造成油价上涨 摩根大通发布报告称 有迹象表明全球能源需求 经受住了奥密克戎毒株的考验 加上目前整体库存处于低位 市场供应中断的寸弱性越来越高 各国依然有充足的石油需求 该行预测 2022年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为 每桶88美元 高于去年的70美元 阿根卡普·埃尔阿尔斯列合伙人张皮德夫表示 供应有些紧俏 未来几周 我们将重新考虑供应相对紧张的情况 高盛集团大宗商品研究 全球主管杰夫克里周四表示 该行极度看涨大宗商品 并认为可能出现长达10年的超级周期 高盛表示 在疫情继续威胁需求和投资之际 即使OPEC加联盟逐步增产供应 石油市场也可能吃紧 当今世界上仅有两个国家 可以生产比2020年1月更多的石油 即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 都在挣扎以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高盛对布伦特原油第一季的目标价为 每桶85美元 但这是在伊朗产量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恢复的假设下 然而现在看起来这越来越不可能 如果伊朗没有恢复出口 我们今年可能会看到油价达到每桶95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上个月高盛还预测 随着需求增长超过供应增长 油价可能在2023年达到100美元 目前 波伦特原油价格为82美元每桶附近 供应端虽然吃紧 但沙特近日下调亚洲客户 所有原油等级的官方售价 伊朗核协议谈判 更是传来利好消息 若伊朗原油流入市场 届时高达200万桶 日的供应将大幅缓解原油的供应危机 利控油价 此外 新冠肺炎仍在蔓延 各地恢复限制措施 也将削减原油的需求前景